大家好,欢迎观看Origin视频教程 我是白东升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来接触有关信号处理方面的内容 Origin的信号处理操作,其数学原理主要是建立在积分变换的基础上的 在这一部分的教程中,我们对原理方面只做简单的概念性介绍 想深入了解数学原理的朋友,可以参考有关书籍 今天这一节,我们先来学习信号平滑的有关操作 在通常的试验过程中,目标信号的采集总是伴随有各种各样的噪声信号 这些噪声可能来自于环境中的各种干扰因素 因而得到的数据往往图形上有很多毛次 这时就希望能借助一种数学方法把毛次滤除掉 得到一条相对平滑的曲线 这在信号处理中称之为降噪 而Origin提供的平滑操作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简单的说,平滑就是通过一定的数学算法 使信号曲线变得更加光滑的一种操作 在信号处理菜单中选择第一项,Smoothing,平滑 Origin就会打开一个对话框 Input是输入数据设置 选择需要平滑的列即可 数据选择好以后,我们勾选底下的自动预览复选框 就可以在调整参数的同时看到处理结果了 第二项,Method,是平滑所使用的算法 这里一共有四种算法可以选择 第一种是相邻平均法 这种方法是对局部数据计算相邻几个数据的算数平均值 来实现曲线的平滑 选择这种算法以后,底下有三个参数可以调整 Weighted Average是加全平均 Points of Window是窗函数所包含的数据点个数 你可以直接输入 也可以拖动右侧的滑块进行选择 这个值设置的越小,平滑程度就越小 设置的越大,平滑程度也越大 但是需要注意,这个值不能设置的过大 否则可能会出现失真的情况 Boundary Condition 是边界条件 包括零边界条件 反射边界条件 重复边界条件 周期边界条件 和外差边界条件 算法的第二种是Sawiski-Gale法 这种方法是对局部数据进行多项式回归来实现曲线的平滑 Sawiski-Gale算法能够有效地保留数据的原始特征 在一般的平滑操作中 建议大家首选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也有三个参数可以调节 分别是窗函数大小 边界条件 和用于多项式回归的多项式次数 第三种算法是分位数滤波 这种方法是对局部数据计算一个指定的分位值 然后将原始数据替换为这个分位值来实现曲线的平滑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具有脉冲噪声的信号平滑 这种方法同样有三个参数可以调节 分别是窗函数大小 边界条件和分位值 分位值设置的越小 平滑曲线越往下偏 设置的越大 则越往上偏 最后一种算法是FFT滤波 这是基于快速复利液变换的低通滤波算法 通过滤除掉高频信号来实现曲线的平滑 这种方法只有一个参数 减切比例可以调节 这个比例调整得越小 平滑程度越大 调整得越大 平滑程度越小 但是需要注意 这个值不能设置得过小 否则可能会出现失真的情况 好 根据你的数据特点选择一种合适的算法 并设置好相应的参数以后 就可以从预览窗口看到平滑的效果了 当你决定这就是最终想要的结果之后 选择一个输出位置 就可以点击OK按钮完成操作了 这时如果进行做图 就会看到和预览窗口一样的结果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来学习滤波的有关操作 我是白东升 感谢你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